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3到6岁的家长 请注意咯 一年一度学龄前儿童健康筛减开跑 由台北市卫生局委托17家合约医疗诊所 前往幼儿园筛减 一年一度学龄前儿童健康筛减开跑 满3岁以上为满4岁儿童筛减项目为 身体、口腔及听力筛减 满4岁以上至未上小学儿童 筛减项目为身体、口腔及视力筛减 今年更加码补助视力筛减 疑似异常之儿童 可治168家合约眼科医疗院所 接受免费专业视力复检 有介于6岁是儿童视力发展的一个关键期 也是治疗的一个黄金期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配合我们113年 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检查 我们进行了一个学龄前儿童 视力复检的一个补助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检查期限 就是我们在做筛检以后 当年度我们补助到12月31日前 都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检查补助 那我们补助对象的部分是参加我们 卫生局办理的学龄前儿童健康检查一个服务 那如果说在筛检中有发现视力异常的一个学龄前儿童 那他就可以持我们的筛检表 到我们的168家的一个合约院所 进行相关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视力检查的项目呢 就包含我们的散同前的一个 散同前后的一个验光 裸室的一个视力检查 那最佳矫正视力的一个项目 还有练习灯跟协室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个 护眼卫焦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诊断检查 那让学童可以早期接受相关的一个矫正治疗 依据卫福部国健署研究指出 院士储备量是对抗近视的重要指标 而6岁以前是儿童视力发展关键期 3到6岁更是弱势邪视治疗的黄金期 小朋友在婴儿刚出生 大概其实是大概一两百度的 大概有平均大概两百度的院士 然后慢慢的院士随着眼球慢慢发育正常 他发育正常他就会度数就会减少 那可是到大概第一年级 大概小一或者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其实大概应该还有一百度的院士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筛检 如果小朋友这个我们叫做储备的院士 那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筛检的依据 如果你这个院士没有就表示你可能 接下来就会进入近视 所以我们就希望开始采取防控近视的一些策略 包括就是说最重要环境的因素就是 阅读一定要30分钟停10分钟下来 然后阅读的距离不要太近 不要在暗的地方 那多一些户外的活动 最好是每天有两小时下课以外 那假日家长都带出去户外活动 因为阳光是有保护的 卫生局呼吁家长家中宝被筛检 若发现疑似异常状况 请尽速至医疗院所诊断检查 并及早接受矫正及治疗 以免错过黄金矫质期 记者联席会以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癌症已经连续51年 位居台北市十大死因的榜首 并以平均每日14.4人的速度 夺走了幸福家庭成员的生命 为了要提高筛检防治效率及降低死亡率 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推出了五癌筛检送五大好礼的年度防癌活动 邀请民众呼朋引伴一起来做筛检 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保健志工严女士 分享定期做乳癌筛检 才得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110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 全国癌症发生率前三名为乳癌大肠癌肺癌 第六名为子宫颈癌第七名为口腔癌 医学证明这五项癌症 藉由简易筛检方式就可以达到显著的癌症防治效果 并且降低死亡率 做筛检可以降低死亡率 怎么说呢 如果说以乳癌而言 我们做乳房射也可以降低41%的死亡率 以大肠癌而言 我们降低35%的死亡率 再来比肺癌而言 重度吸烟者做低剂量电脑断层 我们可以降低20%的死亡率 再来子宫颈癌是推展的相当具有成效 子宫颈癌定期的做筛检 可以降低70%的死亡率 还有在我们吸烟脚肥腦的族群 如果我们定期做口腔癌筛检 我们可以降低26%的死亡率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呢 同时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 所有的癌症一旦发现有症状 就要进入就医流程 平常的保养跟维护 包括运动、饮食、健康、睡眠等等 要记得做好 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推出五癌筛检全民心攻略 五大好礼健康拢猴力 年度防癌活动 鼓励民众踊跃筛 我们这个五项癌症的一个 筛检的一个资格跟内容 包括45到69岁或者是40到44岁 二等血清内 他有乳癌的一个妇女 每两年一次的乳房摄影检查 还有50到74岁的民众 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粪便前血检查 以及30岁以上的妇女 至少每三年要做一次的 一个子宫颈抹片检查 还有就是30岁以上 有嚼檳榔或吸烟的民众 每两年要做一次口腔粘膜的检查 另外45到74岁的女性或者是50到74岁的男性 有肺癌家族时或者是50到74岁的民众 有重度吸烟时要每两年做一次肺癌低剂量的电脑 完成摄影检查 所以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具有筛检资格者 那不要就是要把握机会来定期筛检 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话 的时间点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 只要是涉及台北市的市民参加我们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就是公告的这个活动的社区筛检场次 那就可以获得五项好礼 包括大肠直肠癌手筛以及乳房 还有子宫颈抹片手筛六年未抹 可以获得台北通的百元加值礼以外 另外依照筛检项目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平安名 还有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妇女朋友 你是乳癌的手筛以及子宫颈抹片手筛 或者是两年未抹的这个民众 那可以获得我们百元加菜金的兑换券 那还会有机会刮中我们限量的血针的婚纱摄影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惊喜 就是在每一场做乳房摄影的时候 医疗院所这边会提供 定期筛检是癌症防治重要秘诀 原旅方主任呼吁民众 善用五项免费癌症筛检 守护自己及家人健康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近期新婚夫妻想要生龙宝宝是好时机哦 国健署呼吁准爸妈重视妊娠糖尿病的问题 帮助孕妈咪在怀孕期间建立控糖饮食 降低发生风险 看起来纤细瘦瘦的孕妈咪 原来也有认诚糖尿病的问题 准爸妈在得知病情时十分惊讶 表示平常也没有喜好吃甜食蛋糕类 不过营养师现场请夫妻指出一身糖食物 就知道许多准爸妈可能会误采地雷 造成糖分摄取过多的问题 卤味你一定会 卤味卤味 对 甜不辣 甜不辣是吗 不是吗 所以妈妈觉得甜不辣常常跟豆干一起点 应该算是同一类别的食物 其实甜不辣不算是豆类哦 它其实里面还有满满的淀粉 所以它属于全骨杂两类 我当时吓坏了就我不知道怎么办 就不知道怎么吃 然后也很怕吃错 可能就会加重认诊糖尿病情 就什么都很害怕 我当下也是有吓到 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 好像平常也没有特别爱吃甜食 或是蛋糕这类的东西 然后忽然就看到 诶 怎么会有血糖飙高 然后认诊糖尿病 我们也觉得很意外的压抑 然后再不太整瘦 总归 几间最重要的其实是要控制碳水化合物 所以并不是只是单纯刚才爸爸说的 吃甜食吃点心吃蛋糕 其实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都会影响血糖 碳水化合物它其实是身体最重要的热量来源 它可以攻击我们的大脑 攻击我们的肌肉作为能量 所以如果我们缺乏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影响妈妈自己的身体健康 小朋友其实也会受到影响 当我们缺乏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身体会生成同体 而这样的同体对小朋友的生长来讲 其实是有毒性的 在少纸化的社会里面 其实每一个婴妈咪 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愿意成为婴妈咪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那如何让这个婴妈咪的照顾更完整 其实我们在110年的7月1号开始 对于整个婴妈咪怀孕的相关的措施 包括这些盘检的次数的增加 项目内容的豐富 也希望能够医师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 包括这些检验等等 我们都会做了相关的重新的盘整跟服务 其中最重要今天的记者会的重点 就在认成糖尿病的一个筛检的服务 那也是那一次所新增的一个项目 那每年大概有将近12万的婴妈咪 接受这样的一个筛检 那我们这两年的筛检的结果 大概有讲17%左右的人 都有这样的认诊糖尿病的一个倾向 的异常这个血糖的一个异常值 那认诊糖尿病对于一个婴妈咪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对妈妈可能这个孕期的时候 有糖尿病 但是这个孕后也有可能生产完 也会有一部分可以恢复增长 有一部分也会就造成糖尿病来发生 那第二个大概对小孩子 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认诊糖尿病会造成我们 所谓的记忆 就是婴儿过大 那婴儿过大以后在生产的过程中 它的这个所谓的病蛙症就会增加 也增加生产的困难 那另外对宝贝的话可能会因为妈咪有 他认诊糖尿病那宝贝可能就有低血糖的风险在 所以对于这个新生儿的安全就会更大影响 所以认诊糖尿病对母婴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筛检 不过孕妈咪们要注意空糖饮食 也不是完全不吃淀粉 适当的空糖五招 帮助体重与营养适当调整 孕妈咪不能偏废任何一类的食物 所以六大类均衡摄取 我们可以从一日的示范菜单里面看到 刚才说了有什么健康的颧骨杂粮 然后会有蛋白质 有蔬菜 有水果 也包含奶类 每一种食物都能给我们不同的营养素 所以尤其是在怀孕期间 鼓励妈妈就有健康均衡的六大类食物开始练习 然后让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几率也可以降低 自己有了健康的饮食习惯 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宝宝 让我们的宝宝也可以吃得更健康 所以六大类食物均衡摄取非常重要 再来是优质淀粉不可少 刚才说了 我们选淀粉的时候常常不小心 选到好多油的淀粉 葱抓饼炒米粉 对不对 它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很多油脂 所以尽可能在选择淀粉的时候 减少里面含有的油脂量 让淀粉变成圆形食物 像是地瓜 像是五穀饭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来源 再来第三招 高鲜饮食可以帮助控糖 刚才有说淀粉可以选择白米饭 也可以选择有纤维的五穀杂粮 只要是有纤维的五穀杂粮 它对于血糖的控制就有加分的效果 除了淀粉之外蔬菜水果都含有纤维 如果我们可以在吃这些会升高血糖的食物之前 先吃一些高鲜的食物 比如说先吃蔬菜再吃肉 再来吃淀粉再来吃饭 其实我们对于血糖的稳定 是有更多加分的效果 再来第四招少量多餐 一口气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更多 所以我们把它拆成不同的小餐来吃的时候 其实对血糖的稳定度是有大大的帮忙的 所以少量多餐可以帮助妈妈让血糖更稳定 最后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是我们发现NG食物其实很常出现 尤其是外食服的爸爸妈妈们 所以刚才有说了各式各样的加工品 我们尽可能的减少 然后遇到NG食物的时候 赶快看看营养标示 确保我们让这个杀伤力可以降到最低 国健署提供14次公费禅检 包含两次评写检验 三次一般超音波 认成糖尿病筛检等 请孕妈咪定期接受禅检 日常饮食有疑问 可以找医师或营养师咨询改善饮食习惯 重视孕期的饮食营养 因为外界有各自的疑虑 行政院2021年暂缓推动 换发数位身份证 厂商因此向政府求偿 经过公共工程委员会调解后 金额砍到了2亿8千万元以下 内政部长林友昌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行政院有意推动换发数位身份证 却引发外界对治安疑虑 而在2021年决定暂缓执行 由于标案已经发包 投入大笔资金的厂商 因此向政府求偿10亿元 经过公共工程委员会等单位协调后 双方在今年1月达成共识 金额将调降到2.8亿元左右 对此主管机关内政部长林友昌 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非常谢谢工程会 我们还有许多的单位 不断的一个折冲跟协商 让这一个相关的一个 因为这一个耗损的部分 能够把这个金额降到最低 所以这个2亿多的一个金额 我想已经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林友昌强调这不算是赔偿 而是一种停损的金额 他再次感谢工程会等单位帮忙 让损耗金额可以降到最低 我想在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 当然还是有这个采购的相关的一个机器 因为本来都预作了一些准备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原本的一个机器 这个因为需要维护 那另外现在的机器 可能没有办法立即来做使用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 其实我觉得不是赔偿 其实反而是把原本的一个金额 我们可能必须要 这个停损的一个金额 其实把它降到最低 至于未来是否继续推动数位身份证 牛昌者回应表示 针对治安疑律 立专法符合大众的期待与要求 内政部将等法制配套完毕后 再配合行政院政策来进行 这部分是就配合整个行政院 整体的一个政策的规划 那目前暂缓 我们也其实也做了相关的一个准备跟配套 那社会上大家比较关心的 其实还是各自的一个问题 那立专法我想这也是社会 大家的一个期待跟要求 那我们会等法制相关的一个作业 配套完毕 那内政部这边配合整个政策来进行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在立法院表示 按照宪法法庭的解释 需要对个人资料的保护 设立一个独立监督的机制 因此目前正在筹备各支保护委员会 等各支保护委员会成立后 再跟相关部会讨论 是否有设立新式身份证的必要性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台北市松山车站去年发生了虚拟货币交易抢案 林姓男子相约与币商交易太达币 结果光天化日下被赵姓及许姓男子持刀抢走527万元 警方获报后陆续逮捕了策划强盗案的其人 监视性画面可以看到 两名男子走进林姓男子与谢姓闭商 持刀抢走527万元 这起强盗案发生在松山车站旁 警方调查发现 廖姓男子组成强盗集团 找谢姓男子假扮毕商 诱骗林姓男子到场交易 再下手刑抢 警方调医监视器追查 先逮捕刑抢的许姓及赵姓男子 在陆续居提负责策划的廖姓祖贤等共欺人盗案 警方同时发现 所谓的被害人林姓男子 竟然也是受罗姓祖贤指挥 持假钞想要诈骗假避商的太打币 黑是黑的荒调情节 在现实中真实上演让人傻眼 识意查明林贤细受 犯贤罗贤指挥 攜带假钞意图诈骗 台北地政署方面侦查终结 以强盗罪及诈欺罪 分别起诉廖姓嫌犯等欺人 及罗姓嫌犯两人 警方强调 不管是强盗还是诈骗集团 对于所有不法行为 都会除恶物禁绝不倾劳 以进化治安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启腾采访报道 最终可除两年以下 图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今年台北灯节圆满落幕 战期长达31天 市长蒋万安感谢各领域的艺术家 以及在地的团体公庙 还有许多企业家 让活动圆满落幕 从台北市长蒋万安手中 结下感谢状 中加集团联制处双倍系统台总经理徐雪林 开心与市长合影 为台北灯节共同打造精彩的观光活动 留下纪念 台北灯节展期31天圆满落幕 中加宽屏提供兼具远消氛围 与企业精神的灯节作品 吸引人潮活络地方经济与上灯体验 今天农年想说来站站起去 来看灯会 每一年都会带他们来看灯会 因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带灯笼来 好开心 其实今年的灯节 我们特别选在西区 也就是从新门庭商圈 一路沿着中华路到北门 其实沿路有非常多漂亮精彩丰富的灯饰 那我们之所以选在西区 去年在东区我们有了大巨蛋 成为台北的新地标 台北市民的骄傲 那灯节选在西区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 带来许多的商机也活络地方的经济 蒋万安亲自颁发所有参展单位感谢状 感谢友好城市与企业响应 推出许多特色登组 也特别感谢策展团队与市府各单位 包括警察 议交消防清洁及一户同仁投入大量人力 周边商圈也齐心响应 让活动圆满落幕 外来要协助海沙屋快速重建 台北市蒋万安再设出都根第八件 台北市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 575专案计划 推出列管我就帮过半级进场 两大亮眼服务 只要是经过台北市列管 需拆除重建的海沙屋 也就是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 都根意愿整合超过50% 不论基地大小 公办度跟台北队立即投入资源 以专案方式提供建筑及财物的快速试算 协助紧速重建 目前列管制33案可立即适用 我想大家都知道台北市 我们老旧建物非常多 超过30年以上建物占了72% 再加上现在极端气候地震等等 我想我们讨论的不再只是说 台北市民居住的舒适 整体市容的改善 更重要是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们上任之后 极力的推动大都根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去年3月的时候 我们推出了7599 公办都根的专案 设出了都根五件 那在去年10月 我们再设出两件 包括防灾性都根 以及整宅专案 希望打造一个任性防灾的城市 以及让整宅能够新生 今天我们再次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海沙屋 来进行射出第八件 我认为是黄金件 也就是对于大家所知道的海沙屋 不管是平常可能会建物有猎损 或者是天花板水泥块 无预警的掉落 甚至阳台围里坠落等等 不只是对住户 甚至行人的安全 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推出 575这个专案 它有一个很好记得口诀 就是海沙屋575 然后就是列管我就管 然后过半就进场 列管我就帮 过半就进场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只要是目前我们列管的海沙屋 就是必须要进行猎损重建的 那所有权过半 百分之五十的同意 我们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就是我们即刻的进场 政府来协助 开始试算 不管是建物财物 然后办理说明会 那同时我们也会做议员的调查 所以第二阶段如果因为调查 超过75% 我们就会公开评选实施者 进入第三阶段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 会有非常多海沙屋 透过575的专案 能够加速整个改建的程序 那目前我们了解 已经列管 而且符合资格的 就有33案 所以未来我们575专案 一旦正式实施上路 就会有33案 是可以试用的 所以今天很高兴 能够正式跟大家宣布 我们希望 这一支第八件 能够更加速整个 那个海沙屋的这个危险的状况 其实是刻不容缓的 那可是海沙屋它的点位 其实都 这个每个都根岸 最重要的是它的点位 或者是它的这个 这个价值 那个人数等等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 针对海沙屋 因为它有极破性的危险 所以我们这支特别设的 第八件 来专门协助这个高氯离子的 这个建筑物 那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主軸 那下一页 那其实我们目前 其实 高氯离子的部分 大概是建管处这边 会列完 那我们现在目前 有一百零一处的一个案件 其实是需要拆除重现 一百零一处 那目前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些协助的专案 那目前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还没有爆核的 就是还没有经浇都更程序的部分 大概有二十七件 那这二十七件加上 我们每一记 跟建管处这边 如果列管海沙屋 我们都会协助讯行划定 每一记都会在持续的混动 所以 目前三月大概会有六件的部分 所以 当我们今天 宣告这个第八件的时候 其实立即受惠的案件 大概有三十三件 可以立即协助 那左背这张图 各位可以看到 列管一百零一件 其实是 散布在整个台北市 所以它的状况 也是非常的多元 再来一页 那从这张图是 台北市政府 并不是说 现在海沙屋 就从以前就有 不是以前 不是现在才要协助 其实海沙屋的这个部分 高率离止的部分 其实是持续的协助 它分作两部分 这张简报上面可以看到 在左边的部分 鉴定跟财阀补偿的部分 是建管处这边会协助 各位可以看到 海沙屋的建立编列 包括这个公告 海沙屋拆除重建等等 或者是刚刚有提到的 一个补助案件 它每个案件 这个补助的申请 大概上限是145万 那海沙屋还有 你如果海沙屋 之后要多根的时候 它每一户都会有 20万的一个 财先补偿费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 台北市本来就有的 一个协助的一个机制 所以刚刚有提到 那个钱不够什么 刚刚市场也有讲 是说这个我们会持续的 因为这个其实跟安全非常有关系 那海沙屋大概 它本来就有一个容积奖励 大概是30%的一个 这个奖励的 类似有点补偿的机制的 一个奖励机制 那当然如果这个不拆除的时候 这个建管处也会有 拆除起来罢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部分是建管处 它在前端执行的时候 那更新处这边的协助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是说 我们每一季如果海沙屋 有鉴定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持续的帮它 做迅行划定的这个业务 北市针对海沙屋已有 鉴定补助列管裁罚 补助拆除重建放宽容机 及迅行划定更新地区 都更加速审议等协助方式 再增加都更第八件 海沙屋更新重建 公办都更管道 让住户早日入住 耐栽移居的崭新家园 记者汪郡台北报道 2024台北文学记 以文学野生活为题 从3月到6月 陆续以国际华文作家讲座 系列活动 主题特展 及文学音乐展等多面向来策划 以野的概念为核心出发 邀请民众一起参与 文学与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对话 歌手余佩珍同时也是台北文学记参与讲师 以独特慵懒歌声演唱自创歌曲 传递可爱与撒野的氛围 带出文学记野生活的精神 2024台北文学记正式起跑 文化局长蔡世平表示 今年主题文学野生活 以野的概念为核心 希望借由文字的翅膀翱翔 我在看佩珍表演的时候 然后还用浮起了一个 我那个世代的时候 在台大校园里面 大家抱着吉他 然后唱西洋的流行歌曲 或者台北的这个台湾的流行民歌 然后那种感觉跟现在 佩珍在抱吉他上面唱的时候 还是仿佛画面是如出一侧 只不过是中间间隔了 可能是三十天 然后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想比较重要还是跟我们今天的场合 这个主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永远不用担心 世代有很多的价值的落差 只要文学的种子一直延续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一直保持着 总有一批文青 很像 我想在歌词里面很明白的告诉我们 人生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 即使拍谈拍背 这种非常人跟人之间互动里面 是非常亲密 但是也非常辛劳的互动 但透过文字 透过文学 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殿堂 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文字的赤导 飞到更高的天堂的境界 这也让我有很多的感触 那在介绍各位来听的时候 我们有注意到 其实不只是文学创作者 在刚刚直接找到很多 包括这个史记的导读化 然后文史工作 带一个非常符合我们这次的主题 文学野生火 希望把文学不只是在写字台上 或者透过文字的表述 而且跟整个土地是连结起来 那更重要一点是它也串起了不同的时代 总策划风德平表示 在台北跨领域是如此自然而然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逐渐融在一起 带来新的野性 也是今年以文学野生火为主题的用意所在 文运到今年承担台北文学记正好十年 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要怎么每一年和每一年不一样 对自己的挑战 但是深挖下去 或是我们逐渐穿街走向 我们发现越往下挖越走 觉得台北的保障无穷 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觉 我们觉得它是用一种被发现 被探索的姿态在等着我们 那我觉得这个野 我们同事当时设计提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讲野发野 我们是不是怎么样 后来我在想台北事实上是一个多元族群 多元抑郁的城市 我们周遭几乎比较反而少见真正的台北人 就是我自己是父亲是广西 母亲是四川 我出生在屏东 成长在台中 然后现在定居在台北 我觉得跟我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从比较远的地方 它其实是北漂到台北来 那这些人心比较有点野性 都被台北的文化教育逐渐的去融在一起 压轴的台北文学月影展 策展人杨元凌表示 策展理念正是要将电影 从单纯的影像观看中解放出来 让电影也能绽放文学的花朵 今年的文学野生活这个主题 也是我觉得 看到这个文学记者主题的时候 我就突然恍然大悟 觉得其实我这几年 在做文学月影展的策展的时候 的那个中心思想其实就是一个野生活的概念 我其实就是想要把文学电影 然后影像从文学中解放出来 把所有文学的能量带到电影之中 让大家看到在电影里面 可以绽放出怎么样的文学的花朵 那今年的时候 刚好是适逢拉美魔幻文学大师马奎斯 他的十周年逝世十周年 所以我们就特别规划了马奎斯的电影专题 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他的一些著作的重新翻拍 或重新诠释 在影像上看到那样子的一个百年孤寂的史诗故事 是怎么样可以转换成一个 比如说像是四山修士他改编的这个 《再见乡周》 怎么样的把西班牙的或者拉美的 这样子一个奇幻的史诗故事变成了日本的乡村的传奇 那除了这个之外也觉得马奎斯所一直信奉 或者是遵从的那样子的魔幻的力量 其实正是当下的我们所需要的 然后那样子的魔幻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野放的力量 把自己内在的所有的能量从现实中 从各种框架之中释放出来 那或许可以让我们在现在的道路上 找到新的目标跟方向 那除了马奎斯之外 我们今年也特别规划了这个西班牙电影大师的 路易斯布牛尔他的电影专题 那从安达鲁之犬的实验电影的这样子的脉络 到后来自由的幻影 不管是怎么样 他其实都也是在写实的基础上 去开创一个对于未来 对于现在的重新思考 2024台北文学季系列活动 3月到6月陆续登场 邀请所有喜爱文学热爱艺术的朋友 一同参与 寻回台北与文学野性的一面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场合法秩序 金融市传出校园霸凌事件 网路流传一名学生遭到三名学生轮流欺负的画面 市府教育处已经召开会议进行后续处理 画面上三名学生轮流对着一名学生施暴 一旁还有人在录影 整个过程4号晚间在网路上疯传 本所于3月4日与网路巡逻时 发现流传一者国中生遭霸凌影片 本所立即调查案况 初步了解被害学生日前雨 施暴朋友肢体碰撞而产生误会 警方立即转握双方身份 并由家长陪同 答案说明 警方网路巡逻 发现这起国中霸凌案立即通知校方 并且进行校园通报 我们接获那个警察局通报之后 我们申辅组长也就是即刻的 也联络相关的家长 那也有陪孩子到警局去做 那个倒案的一个了解 从昨天晚上我们处理到11点多 然后刚刚早上9点之前 就是我们也开了一个小时的 紧急应变会议 案发后警方将市民试案学生 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 以请少年法庭审理 校方也紧急进行了解 5号上午召开会议 进行后续的相关处理和辅导 对于基隆校园传出霸凌事件 市长谢国良强调 绝对是零容忍 全程的影片 那我也是非常难过 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基隆的校园霸凌 有零容忍以及长时间辅导 惩戒这样子的一个方案跟惯例 如果有人是吸血像片中的情况 索急 我们会长达半年一年 或许更长的方式 每个周末在他放假的时间 必须进行辅导 一样的我还是讲 我们台湾的法治少年事件处理法 其实是会助长更多的少年罪犯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 但是恶法义法 我们的少年事件处理法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太阳 保护这些少年罪犯 所以我们会依法 长时间的来进行辅导 我个人会主张这些公级的学生 年轻人 少年要接受长达一年或更高的 每周末少年队以及少府会的辅导 那这样子的政策 我们也会持续下去 就是要告诉所有这些少年罪犯 如果你做了这些暴力及不法的行为 那么你就必须要接受 长时间的辅导与惩戒 校园出现霸凌事件 市长谢国良要求教育处等单位 积极投入辅导资源 针对事案的学生 都要进行至少一年的辅导和惩戒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东岸商场的争议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金融市议会议员质询时 市长谢国良和市府官员 为市府说话的议员们鼓掌 民进党议员也不甘示弱 为质询的议员同志们鼓掌 双方直求对决气氛浓厚 维丰集团廖正汉董事长 是基隆指定 用仓特别邀请廖董事长 到基隆走走看看 希望包括维丰集团等 更多的企业到基隆斗资 创造新的产业及就业 我们感谢林市长 但是他还没有都引到基隆 就他就走了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 他就是骂那个小孩子 我们的谢市长 你怎么这样我没走到 你怎么做得到 你就是原罪 因为你做到了 谢谢 五党级基隆市议员 吕美玲的直询 获得市长谢国良和市府官员热烈掌声 这个侧翼左翼一直上网 一直在攻击我们基隆市政府 我搞不清楚 这是不是叫做厚人先贵 然后打模糊焦点 我请问一下 这八年来 我们所短收的 总经营权利金 25亿跑到阿里去了 只一个月给他收 250万 年收3000万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消失的25亿呢 为什么没有人说 而且在场都是 都是媒体人 他所回馈的 每个月 他可以至少七年 每小时120秒 帮我们基隆市做广告 至少七年 我们回馈的金额 高达1亿3400万 为什么没有人说 而国民党籍基隆市议员 何淑平慷慨激昂的直询 也再次获得市长谢国良 和市府官员的掌声感谢 东岸商场争议 备受社会关注 基隆市议会议员直询时 不仅不同立场的议员 针锋相对 直询时 背询的市长谢国良 和市府官员 更好几次 为市府说话的议员们鼓掌 立场不同的民进党议员 也不甘示弱 也特地为直询市政府的 议员许瑞慈鼓掌 也是在今年的2月5号 我们基隆市政府 才去申请登记产权 但你2月1号 就已经破门而入 表示你无法佐证 你现在合法的拥有产权 市府就动用警力 市长 你昨天说你身为人类 你能不能加强 你对于人类的尊重 市长 你说你身为快乐的成年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让别人 成为不快乐的成年人 以上 来维持一下秩序 双方直求对决气氛浓厚 而主持会议的议长同职委 只能要求双方 维持议场秩序 委婉制止议场内鼓掌的行为 再来最后 市长不可以羞辱 同意 百分之百同意 市长 2月23号 你说24小时之内 如果明天上不跟你道歉 你要去医院置信 因为你没有习毒 现在过了264个小时了 你还没有去医院置信 来 这边送你一个 放简体的器具 不只鼓掌拉高双方对峙气氛 民进党籍市议员张之豪直询后 更上前送给市长谢国良 一个简体采集杯 也引起国民党籍议员 曾继炎上前反击 拿开塑胶杯 丢还给张之豪 还好双方节制 没有引发进一步的纷争 而市长谢国良在答询时 也再次回应2月1号 凌晨所谓破门点交的争议 就是在1月31号的下午 我们在点交的时候 在进行移转的时候 我们在现场 聚交通处的同仁回报回来 就是有滋饶的情形 因此交通处的同仁 在下午发讯息给我们 表示希望警方能够 针对下午点交完 晚上继续点交的情况 有行政上的一个协助需求 那在晚上 我们的确有召开两次会议 由交通处的同仁 来说明 依和约 以及依处餐精神 我们可以在到期后 移转回来的试法性 然后由警方的同仁 在场聆听说明 现场大家一致认同 我们依约 依法可以进行 营运权的移转 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决定 刚刚有很多议员还是在问我们 我们还是用一样的话 来跟大家说明清楚 这个是交通处 尤其是停管科 大家共同的一个需求 那我本人在警方 在释法性的一个讨论跟了解下 我们也认同这样子的需求 大家基于政府一体的原则 做了一个2月1号需要把营运权移转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 这个也不是所谓的租屋 然后跟房东一些相关的争议 这个是在一个重要的一个政府设施 例如机场 例如车站的一个营运权 的一个移转 所以本府到现在为止 基于政府的一体 我们还是认为 我们当天这样子的决策 政府一体的行为并没有错 而且我们会坚持这样子的论点 继续跟议会先进 以及社会各界来持续的沟通 另外谢国良在回应东岸商场 OT到ROT增建争议问题时 也直接了当说出林前市长涉及违反贪污 治罪条例 那刚刚我们资深的议员也有提到当年增建的一个原委 那本府是认为林前市长 他有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第六条第四项 第六条第四项的内容 是针对于主管跟监督的法令 法律授权的规定 法规命令 直接或间接图自己及他人不法的利益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可以说明的非常清楚 其实也是在后来 我们跟这个大日提告 我方市政府诉讼当中 我们才看到当年 Net主妇服装 以及大日锁定的合约 他们锁定的合约 是在106年1月份 就已经将Net跟大日的权利义务关系 界定清楚 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增建的会议 在座的各位当年讨论了很多 OT为什么转成OT OT为什么增建 的一个这样的原委 也还没有任何的定论 他们已经就定下了这样的合约 定下了这样的合约以后 再由大日出面 来跟基隆市政府 来进行OT的一个案子的 一个促参的移转 在促参移转后 然后才引进了Net 在他们早已知情的情况下 来进行增建的动作 刚刚我们资深的洪森永议员 把增建的合理性说得很好 就是那个地方只有一楼 那为什么不把它增建起来 让大家好做生意呢 可是他的说法却积极的构成了 林市府团队犯罪贪污的构成要件 就是他们明知已经有这样子的 一个商业行为 他们却用有这样的需求 来作为一个理由 来进行一个这样子增建的动作 却有刻意的规避掉了 ROT一个最基本的精神 也就是OT的一个范围 是不能够随便增建或移转 这也是为什么 不管是议会做决议 或不管是否去请教促参师 结果回来的时候 都是依本权责办理 他不会准或不准 就像他要你是否自己扛责任一样 很巧妙的 他们在合约上已经清楚的订定 让他们的权利金在一亿以上 可以收到50% 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 事实上这八年来 即便他们说的光冕堂皇 而且是由林前市长 以及他的发言人亲自出来说 你看我们提的这个条约 有多对市政府多好 如果超过一半 我们还可以来分取一半的变动权利金 刚刚财政处也清楚的说明 八年来的变动权利金完全是零 完全是零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并不属于市府的收入范围 这个就是另外一部分客观的犯罪的实体行为 他们利用了会计的手法 利用了账务的做法 让基隆市东岸商场的营收 永远在一亿以下 因为假如在一亿以上 开始就会收百分之五十的变动权利金 谢国良再次恳请议会 把整个案子送去检调查明真相 而经过议员们一天半的时间 质询讨论后 议长同志位也做出了决议 第一点 公平公正 有关本案点交过程所衍生的争议 市府应检讨 也并提升法制意识 务必依法行政 盛行公权力 以维护机关尊严 第二点 透明公开 东岸广场经营权征典 引发社会大众瞩目与关切 市府需加强透明的政策制定与沟通 并引引为戒 并避免对本市投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市府所提出之公共政策 应符合市民期望 并维护其权益 未来 有关本市支出仓案 请市府 务必 广纳各方意见 为决策提供更全面之依据 第三点 沟通协调 市府 与本会 都应该以更客观 专业的态度 去处理争议议题 理性探讨问题 以促进良好的政策辩论 与公共决策 本市东岸商场议题 攸关我们市民利益 与福祉 本会作为监督机关 将持续关注本案 后续处理情形 市府应与相关厂商 进行良性沟通与协调 与确保 本案能获得完善之处理 从而维护 基隆市民的利益 第四点 此外 请市府政风处 查明本案始末 若涉及不法 请禁送 检调单位调查 并请交通处 在今日下午两点 将议员所需资料提供本会 以上 东岸商场争议持续延烧 进入市长谢国梁另辟战场 指控前市长厚资7亿的 成绩转运占权力金 涉嫌土利厂商 中间有猫腻 对此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立法院首度回应表示 把单纯的交通运输 转运占的采购案 跟百货商场促餐案相比 是拔蜡笔大苹果 你快来关心 对于金融市长谢国梁 连续两天开记者会指控 前市府耗资7亿的 成绩转运占权力金 涉嫌土利 前金融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 首度在立法院回应 清楚说明缘由 同时希望谢国梁 不要一再拉他救援 应该紧速回应 外界对他有关处理 东岸商场的质疑 觉得真的是蛮遗憾 那他特别去扯 这个金融成绩转运占 那这个厂商 他这个不是客运的业者 他为什么不去讲 这个协议的厂商 其实是不关客运 其实我们在当初 成绩转运占 一开始也是 这个邀请 这个客运的业者 希望他们能够来接 但是客运的业者认为 有13席的月平 远高于目前基隆的一个需求 那需要维护管理的这个空间 包括公共的空间 部外空间这么的大 其实这个是会贵的 所以一直流标 流标了四次 没有人愿意来接 最后好不容易有这个业者 愿意结合国光客运来投标 我想这个其实也是要有一些勇气 所以并不是像谢国王市长讲说 这个跟东岸商场比 甚至跟台北市府转运站 还有金站来比 我想这又是再一次拿着巴辣再叮 这个大苹果 那台北市的市府转运站跟金站 那个是百货公司 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相提比喻 那我们金融的成绩转运站 它非常单纯 它其实就是月台跟后车的空间 另外还有12席的公车的后车井 它是要来服务乘客的 那商业的空间呢 其实很少 而且经营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它经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权利金 那谢国王市长又在围扯 那觉得这个权利金这个太少 但刚刚提过全国各县市的转运站 有些甚至是市政府要编列预算来补贴 就算是新北市的板桥转运站 这么优越的一个条件 它的一个固定权利金也是每一年50万 所以我觉得谢国王市长希望他不要为了他自己 没有办法跟社会交代清楚 一再的希望把我这个来拉我来救援他 那不断的去这个用一些 四肆而分行民区域的这些话语 来这个误导视频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那谢国王市长还是应该 好好的去回答 社会上对他的一个质疑 这样子还不对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营养化碳重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